飞华商联总会 于2月24日晚 在菲律宾东海皇宫大酒店设立晚宴 热烈欢迎来自全非各地 华裔政府官员 来自菲律宾各级政府 华裔官员数百人出席招待晚宴 中国驻飞大使黄锡连出席招待会 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商总理事长林玉庆致欢迎词 他想在非各地 各部门各层级的华裔官员 表示了诚挚的敬意 并向他们送上了新春的问候 表示将一如既往 支持他们的工作 为菲律宾发展进步 做出新的贡献 菲律宾国会参议员 Grace Fall 菲律宾信息通讯部部长 黄炎光 马尼拉市议员 Joel Chua 苗东岸省省长万永高 以及巴当盖斯市市长 Edrelin Joyang 等代表华裔官员先后致辞 他们感谢商总 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也表示将竭尽全力 为社会做贡献 也为包括华裔在内的 菲律宾民众服务 商总副理事长施东方 介绍商总领导 以及贵宾 由副理事长黄奇钊 做祷告 介绍非华商年总会 各位领导 和政府官员 以及各位来宾 五座农村校舍的抽奖活动 菲华电视台主持人 马尼拉市政府 华人区发展委员会主席 蔡真卫 陈玉云 担任大会司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